主持在照有关的法案 包括这个中央政府机关总缘合法 行政组织法 差不多口径就是一致 就是找理由找内容 就是说不要急着省 慢慢拖 所以这个其实已经 我看了已经看一年半了 看了也不稀奇 但是我是觉得说 委员他有关心一些内容的部分 我希望你们今天的答复 要非常的明确 比如说第四条 那这个机关总缘额 最高限是17万3千人 包括你们的版本 跟林医师委员的版本 都是一样 张花冠委员 他这个提20万 可能是当初民进党时代 他们自己提 让他们自己比较好方便做事 我就觉得倒不需要到20万 那你现在如果大幅增加的话 事实上民众也会有反感 所以目前你们现在的 中央政府99年度的预算总额 这个数字现在到底是多少 还有跟你现在17万3千人 这样子一共差额有差多少 那我刚刚在 这个议场里面 委员会里面我询问了一下各类的 包括像司法院啦 保护部啦 事实上他们都对他们目前的源额 要增加的空间 大家都有疑虑 但是我觉得说今天第四条是关键 我们今天第四条能够审查的妥当的话 今天这个法案就有机会送出委员会 所以你能不能就第四条 你就你了解的部分 给本席做个说明 如何让这个第四条能够今天 安然的来度过 能够让各位委员觉得说 这个内容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谢谢谢谢委员 的确刚刚很多委员 对第四条很多的指教 那么我们原来17万3千 它的设计主要是把未来预定 短期间内可能会增加的 包括救灾 包括有关人权司法 包括我们的文教 包括我们的这个海巡 国土保育等等 的一个预留 百分之五点几的 五点四五的一个空间在这里 那么当然很多委员都指教 提到国人的观感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 那它里面又分成五类 那这五类其实我们预留的空间 也不是单一的标准 我们还是有一些斟酌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我想先请教您 现在今年的预算总数 到底是多少 因为我有两个版本 我幕僚写了一个是 十三万两千四百七七人 但是我刚刚跟你们的人力处确认一下 是十六万四千多 所以到底是哪一个部分 是你们现在 中央政府九十九年度预算 原额总数的部分 这个不是十三万几啦 不是十三万几是十六万多就对了 是不是 对十六万多 所以十六万多加上你们现在弄的十七万三 大概就是差这个百分之五 就是差八千多 对 你们基本上是用这样子的计算模式来算 就是大家就五趴的一个增加的额度就对了 是 那你现在有没有跟其他各类 我想各类需要用人机关的首长都坐在首长席 他们是不是各类里面五趴 他们基本上都能够支应范围内 你现在人是这个 警政局做一个统筹 你事先有没有 开过会 开过会 开过会的 那所以如果在你这样讲的话 那十七万三千是不能够动的咯 是不是 那个是个最高线啦 那事实上我们每年 还是有预算言偶要送到院里 一定低于这个最高线 我了解啦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在立法的这个 那个层面里面 十七万三千是你的底线吗 高线对 是你的基本上是你的 你需要到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是现在我们所做的一个一个预估 是是如此 好我想我发言完大概还有一两个委员会 有一部分的发言 不会因为他时间不会占到全部的发言时间 因为他们本身是已经跳过的发言顺序 我希望这个法案 我们今天还是要来审 我就像我跟你讲 你虽然才上任一个月 对民进党委员他们的说法 我已经听了一年多了 那你过去一年多都没有在 我也讲给你听 反正就是叫你要慎重 叫你要三思 叫你谋定而厚动 我已经听了这个 听了一年多了 所以基本上有关于 组织再造的参法 我倒是希望说 我们今天能够有点进展 根据让你说明一下 我要拜托各位委员 能够尽量促成